Yeah Hello 看影片的朋友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這條影片的話 麻煩你們做齊CLS Comment、Like、Share 同時在不同的社交媒體 可以搜尋超點FMTV 就可以看到我們其他最新的影片和資料 《超點爆》新聞早午晚更新 今天跟大家跟進一下這個河馬事件 昨晚12月5日晚上的時間 邵子鋒有邀請我一起做直播 但是我拒絕了 因為我說我星期一病 其實坦白說已經好了七八成 但是還是有鼻水 其實現在的聲音還是很明顯的 之後還有停止 昨天比較厲害 今天又再少一點了 我說不要了 免得影響直播 昨天我沒有做聯播 但是我看到邵子鋒的直播 我看到原來你的聲音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也行 總之我也做了 無論如何很搞笑 最新的 在今早12月6日早上的時間 你看到了 在說這個河馬 自己寫了自己打人的證據 到底有什麼事呢 我們大家一起看看 應該都是一些很好笑的事情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可伯的嘴多錢 你看看 可伯現在就是 就是跟河馬同一個層級 說一些話 為什麼呢 因為兩個已經不能輸 兩個沒有東西的人 就是不能輸 你明白嗎 所以你看到他們現在進了一個困境 你看看 那件事很簡單 看到那個畫面 你看到那個畫面 我也看 看到那個畫面 看著那件事就說 美女以为河马会越控越迷 然后襲击 然后美女可能一个小小的隔一隔 或者推撞 我相信是隔一隔 而电话摇的幅度是隔一隔 那件事就是这样 你看 你看你看 不是啊 河马正在动手啊 看见到河马的手啊 这次河马正在动手了 真是不是开玩笑 看见到手啊 这次你真是大瘋了 河马你真是 大家重复了 看见到 这个是不才能的 看见到 这次是不才能的 这次是不才能的 看见到 这次是不才能的 啊 那河马正是 恭喜上庭再职了 可以的那件事是 那件事就是这样 那这些看法 现在是不本的 看见到 我认识啊 我认识啊 这次看见到 这次看见 我认识啊 我认识啊 就是那里呢 他那些什麼整不整容的那些 我不研究著 有時間再講吧 總之昨天呢 又是關注組的那些帖子 流量又爆炸了 那件事就是這樣 咦 是不是有一個呼籲啊? 所以這件事就是搞不定 河馬 我想你都出事了 你看 今天呢 你們是何時抗禮 你們見到這個 這個導遊哥哥 你看看他 你試一下 河馬現在那個狀態呢 很明顯呢 就是一個呢 已經是叫做那個叫做什麼呢? 驚弓之鳥 已經是黏了線的狀態 你很明顯看到 由他昨天的反應啊 怎麼樣啊 就是他已經是 一有機會呢 他以前就覺得自己是一個七黑鐘的營火蟲 現在呢 他就覺得自己一有機會就要發揮 將自己所有所有 屈屈埋埋埋埋 所有要對這個 要對你們這幫黑粉的控訴 也包括我啦 要發揮出來 總之所以呢 他每次呢 我告訴你 他每次 如果他一遇到這些呢 他的反應都將會是大到這樣 或者甚至乎是更大的 不會比這個反應更小的 因為他要將他一直以來所積壓的東西發揮出來 那件事 希望他還有這些機會啦 因為 如果 從一些的 可能一些監控的系統啊 又或者你看到 可能大家有一些手提電話啊 或者有些人有一些直播啊 這條片 他自己 據聞就說 他自己上載的 他自己上載自己的一些罪證 那你真是吹他不仗啊 就是搞他不行啊 是吧 他自己申請的 這件事是 是吧 很明顯 剛才那條片 我重複看了很多次了 大家都 喂 你看到 是他先出手的 是吧 有一隻手在 他的左手來的 他右手拿著電話 然後左手推了一下 是吧 那件事是這樣的 或者他的左手想拿別人的電話 所以這件事呢 河馬呢 真的是沒得救啦 不是開玩笑 那你啊 拜過了 拜過了 什麼劉定堅啊 跟著那些什麼AI影片啊 那些 不是開玩笑 那昨天我有拿過啊 邵智峰他們的直播啦 裡面就 好像有個觀眾有提及到就說 沒有了這個二五團隊的幫忙 這一點的分析我是絕對認同的 我是超級認同的 你很明顯 因為我都說了 其實 其實我之前也有說過 我說由他那些直播 由他不做直播開始 你看到所謂我認為的 的走流對數 然後之後他就從不做直播 全部只是用自己的電話去拍 當然裡面可以有很多原因 也可以有很多事情發生過 但是你大概理解到的就是 總之全部是橄欖 不會再有 基本上不會再有所謂的團隊去幫他忙 那至於你說有沒有間歇息地 或者有人跟他拋橄欖枝 或者他偶爾向一些他還有少許信任的人求救 這是不排除有的 這是不排除有的 但是總而言之 一個很明確或者很固定的合作關係 就已經完全沒有了 我敢說 你昨天這件事也是一個很明顯的訊息 很明顯的訊息 就是他們已經慌了 河馬現在的狀態已經慌了 那可白假裝打電話那些就很好笑 這些從來都是垃圾級伎倆的 你也從他們客觀地 他們可能一些的反應 或者他們拍片的說話 其實為什麼可白的用詞都越來越壞呢 就是很明顯的就是越來越無助 是吧 就是越無助他就越把那件事推到 就是越是幻想 將自己一些幻想的東西都放進去 那件事就是這樣 所以呢 河馬之亂 三月我相信就正式落幕了 用一個離婚收場就落幕了 反而我希望大家如果有看到這件事 更加一定要留意 就是本台現在是跟進的 就是玄學界的河馬之亂一宗事件 七仙與師傅對這個所謂的七仙女師傅 然後引爆了這個玄學界河馬之亂 那究竟這個玄學界河馬之亂是到底什麼一回事呢 我誠意邀請大家可以在我們的影片 等一下 影片的右上角 就是我的左上角 影片右上角 看回這個資訊卡那裡 可以看回一些相關的影片 讓大家知道發生什麼事 一些騙子是怎樣騙人 那麼河馬之亂就是可能在騙一些社會福利 或者是用一些假的身份去騙 那麼玄學界的河馬之亂同樣也是 都是騙錢 騙感情 然後騙人的感情 然後還有就是周圍借著那些什麼法術 然後就去行騙 希望大家如果你們看到這個玄學界河馬之亂 發覺身邊有人是有光顧他 或者是甚至乎是受騙過的 已經不妨告訴我 67519188 WhatsApp給我 67519188 好嗎? 那麼今集講到河馬之亂 講到這裡 HELLO 大家好 看影片的觀眾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做齊CRS Comment、Like和Share 還有如果還沒訂閱我們的頻道的話 記得盡快訂閱我們的頻道 焦點FMTV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最新資訊在等待你 同時如果你想多看更加免費的內容的話 可以去到我們的網站 www.fmtoday.net 裡面有更多不同的類型資訊 還有一些免費的網貨 在等待你們